大家好,我今天會示範做五級惡理2022D那份卷 開始之前麻煩你幫我Like這個影片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第一部份是跟Rhythm節奏有關 1.1就是有一個小節的惡好,叫你選擇一個正確的Time Signature 這份卷都問你多少連音這些符合的意思 你應該要懂的,要學懂的,現在和你溫習一下這些連音 例如一個四分音符一個Quartlet 你想將它平均分兩份,將這個時間平均分兩份 你便會用兩粒Quavor 將這個時間平均分兩份 如果你要分四份,用十六分音符四粒 那就平均分四份 如果你要平均分三份怎麼辦呢 我們便會用上面這款八分音符做符號 但這樣會混亂,因為上面有八分音符 這裡有八分音符,不就很不清楚 我們便會加三字,即是三連音 即是將這個Quartlet平均分三份的意思 如果要平均分五份,我們便會用上年這款符號 即是用十六分音符 你要彈五粒音符,不就足夠五粒 然後加一個五字 所以這裏五件事,加起來的時間 都是和一粒Quartlet一樣 所以這粒就是一個Quartlet 這裏有兩個八分音符,一個Quartlet難你不一樣 這小節便有兩個四分音符 就是這樣 下一題 這裏有一個三連音符,我們回到這裏 你想想想,如果我將這個音符整細一半 那便 八分音符 對不對 我想將它整細一半 整細一半 那這些我都整細一半 即是將這個時間平均分兩份 那便用十六分音符 平均分四份呢 那便是三十二分音符 三撇那些 那平均分三份呢 就是用上面這款音符 即是十六分音符 那便是平均分三份 那便要加一個三字在上面 那便是這個 這個便和這個時間一樣 你想想想兩邊的關係 其實你記了這個 你便可以推算這個 那這個便是題目的 這一塊 是不是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八分音符 三粒加起來是八分音符 那這裏又有一個八分音符跟它編 那我當它是兩個八分 我不將它合體成為四分音符 暫時 因為我看到前面好像不是一個四分音符 那這塊呢 轉個式 這塊呢 最好你一看到它 你認得它是三個八分 或者你細心點數一下 都是三個八分音符 這個負點 八分音符 加這粒十六分 就是兩粒 不要上面的五字 上面的五字 不關我的事 兩粒八分音符 那這兩粒十六分是一個八分音符 那這個呢 最好一眼看到它 有很多三個八分音符的組合 最好你也可以一眼認得 有些這些組合 會經常出現 那你一眼看到它 就知道是跟它一樣長度 整個時間數值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有些 你想一下 如果將這粒八分音符 變成兩粒十六分 那前面這兩粒照抄 都是十六分 那就跟題目這個一樣 對不對 負點八分 三粒十六 負點八分 三粒十六 那就是三個八分音符 還有些經常會看到的 可能這樣 就是你自己可以變化一下這些 其實這個第四個和第二個有關係 這粒就是這粒 這粒十六分就是這粒十六分 就是你把這粒 拆開了這兩個 其實又有關係 又是跟它一樣 四兄弟 寄了它們 所以這個一眼我就看到是三粒八分 加上後面這兩個八分音符 就有五粒八分音符 那我就選五八 就是這樣 這個C一棟是二二的意思 這個大畫 第四個 我看到這些二連音 我就會猜它是腹拍子 腹拍子 是不解釋腹拍子 但二連音我們溫習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二連音呢 就是複拍子時我們會有三粒小音符合體成為一個大拍 三個小拍合體成為一個大拍 所以上面這個是一拍音符來的,是複拍子的時候 這個是一拍,平均分三份呢? 那我就很方便了,可以用三粒百分音符 就將它一拍平均分三份 複拍子就是很方便地將一拍平均分三份 簡單時間的時候,一拍平均分三份要用三連音 如果整首歌都三連音,就要寫很多個三字 所以如果不寫三字,我們在一拍音符加一點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現在變成平均分兩份和平均分四份都不方便 那會怎樣呢?如果平均分兩份,我們就用八分音符 但上面加一個二字 就是將一個負點四分音符平均分兩份 如果分四份呢 應該是要用十六份的 四五五六都要用十六份 但分六份就不用寫六字了 因為很正常地把這個分成兩粒 八分音符分兩粒 所以最後就是這個你要記得 它是跟這個和這個是一樣長的 時間數值是一樣的 這個可能都少些出現的 但這三個你要記得 好了,可以回到題目呢 我見到這個二連音這一解 我就變成三個八分音符 看來是福拍子的其中一拍 那這裏呢,雖然它這樣是一解 但我知道我現在在找三粒八 所以我見這裏其實是兩個八分音符 這裏三粒加起來和兩個八分音符一樣長的 這裏一粒八分 前後一粒十六分兩粒 加上一粒八分 那我加上這個停就有三粒八分 我又找到第二個三粒八分 那開始我好肯定它是福拍子 福拍子即是 拍子記號上面的數值 會是六或者九或者十二 這些都是福拍子 所以我估計是十二 那就繼續吧 如果這裏有些複雜的東西 不想離它住 你可以試試在後面 從最後看上來 你看這裏有三粒八分 超級明顯 我找到第四拍子 第四個大拍子 那這裏我估計是第三個大拍子 這裏有紅色 檢查一下是不是 其實它不是很像我剛剛畫出來的 它很像上面這個 你看 負點八分音符 兩粒十六分 然後將這粒 最後這粒十六分分成兩份 那便有兩粒三十二 所以其實也是屬於三粒八分音符的家族 整个就是三个八分音符 我们有12个八分音符 答案就要选128 1.2就叫你simple time 今次用一个simple time的小节转做compound time 转的方法就是上面的数字会乘3 即要找到12 下面的数字就要细一款音符 4是说4分音符copture 我要用小粒一点的音符 就要用8分音符 coptfavor 新的拍子记号要128 44就要转到128 要不记住 要不不我解释一下给你看 44就是一个小节有4 4 如果整首歌都三连音呢 simple time 转compound time 就是谁做三连音方便一点 那我就要全部都有三字 整首歌都三连音 全部都有三字便很烦 所以那些人就懒惰了 不写三字可以吗 不写三字便这样 我想用一个正确的拍子记号描述这个状况 不可以用44的啦 这里有很多个4分音符的 有12粒8分音符 12345678910 12 用128去描述这个状况 这些一拍音符都要变回的 要用-4分音符做一拍的记号 所以44呢 一小节数四拍的 一拍音符就是 Cortract一粒 128呢 都是一小节数四拍的 但是一拍音符就是 Dotted Quattract 就是这样啦 所以你如果simple time 要转做compound time 拍子记号我们讲了 那些音符就是 如果有一拍音符 你就加个有点的一拍音符 这些三连音呢 你去到复拍子 就撕走三字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复拍子 这边有二连音 去到那边呢 就会变成一个无二字 这边simple time 这边是compound time 它们的转换呢 其实就是有三字便无三字 无点加个点 两粒8分音符无二字 你加回二字 基本上都是这些 点数字 加回减回 如果它有些 如果这样就会做错 这些很明显错的 两粒平均的音符 突然来到这里 变成一粒长一点 一粒短一点 那就很明显不对 那个音符的多少撇呢 就不会改变的 不会有一片变无片 是变有点无点和数字 所以这里呢 如果我自己懂得变 就是这样 这里有个三连音 128 这里三连音 不要三字 这里呢 有个一拍分两份的两粒白分音符 加回二字 三字就不要三字 有一点变有一点 那就改完了 你看看哪个像我这个 这个呢 第三个 不是的 第一个答案 假设你什么都不懂 这题有时你都可以猜到哪个答案 因为你有三个答案给你选择 那你就要看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第一个拍子记号 你看看三个都是一样的 那你就不用想 你不用想哪个对 接着哪个开始有不同 就是一开始这一块 咦,它有些 有些有三字 有些没有三字 那你要猜 你会猜哪个呢 你要猜要有些改变的 你看看这一个有三字 题目有三字 来到应该要有些不同的 不可以完全一样的 那这个太明显了 一模一样的就不对 那现在剩下两个给你选择 你看看这两个分别在哪 第一第四拍是一样的 不用看了 第三拍是一样的 不用看了 有不同的是这里 它们有不同 那你就看看哪个比较迟 我刚才不是说 它只会有加数字 和减数字 不会将八分音符 变成四分音符 你看看这两个音符 是一样时间的 一样长度 来到这里也应该要一样长度 不可以变成一粒长短 那这个位置太明显不适 那就找到一个对 有时记不起这些东西 你看看哪个不像 你便找到两个错 那就剩下一个对 就是这样 1.3 A问你98这个拍子记号里面 有多少个Dotted Quartz 这款题目 你看到一个数字 上面数字 你就要自然反应 答到多少拍子 上面数字是6 就是数2拍 上面数字是9 数3拍 上面数字是12 数4拍 见到9 数3拍 3 3个别 那他为什么说Dotted Quartz 其实他比较多了 他不说你也要知道是3拍 那我试试给你看 为什么会是Dotted Quartz Dotted Quartz Dotted Quartz 是这个 98的拍子记号 一小节就要有9个8分音符 你看到692你要知道是福拍子 你要知道福拍子的意思 这些拍子不是真正的1拍 它们是小拍 小的 它们要合体 3个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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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个大拍 所以就数3拍 所以这里是第一拍 这里是第二拍 这里是第三拍 那一拍用什么音符表示呢 就是3个8分音符 加上它 就是1个Dotted Quartz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一拍音符 现在 一拍音符 三个Dotted Quartz 的一拍音符 所以答案就是3了 继续 B呢 它说是一个Cut Time 这个C一动 就是22 刚才上面也有说了 这些东西 是多少个minum bits 那你又要认识三连音符 和刚才那个也有点似 好各位 刚才我们将这个全部变小一粒的音符 我们今次试试全部变大一粒音符 这个变大一粒 变大一倍 就是minum 这里两个变大一倍 就是Quartz 是对的 一个minum分成两个Quartz 如果想将一个minum平均分三分 像这里这样 想将这个平均分三分 我们就用上面这一款音符 表示的 但是会confuse的 这个又是四分音符 这个又是四分音符 那就要加三字 告诉别人是不同的 所以三粒Quartz 加上的三连音 就是一粒minum 那现在题目那个呢 题目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中间那粒休息了 就是一样 所以它全部加上了 就是一个minum 那它问你 equal to多少个minum的beats minum是一拍音符 那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 为什么minum是一拍音符 为什么它不是两拍呢 就是这个 拍子记号呢 这个拍子记号二字的二字 第一个二字 是说一小节你要数多少拍 下面的二字是说用哪一款音符 二就用minum 所以minum做一拍 minum做一拍 minum做一拍 minum才是一拍音符 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一粒minum 就是这样 下面的数字如果是4 就是用Quartz 做一拍 下面的数字是8 就用8分音符 下面的数字是16 就用16分音符 下面呢 你暂时只会见到2,4,8,16 不会有其他的 1.4 又是复拍子 这份语文也有复拍子 不许复拍子 大部分就很惨了 1.4 它就问你的group 是否correct 是否适合的grouping 三个答案选一个 那什么叫做适合呢 就是属于同一拍的音符 它们才可以这样beam在一起 你看它 三个谈的音符是一样的 彈出来是一样的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有些就这样答了 这两个音符它又答 这两个它又没有 这个位置它没有答 但是它就答了 它又答了 那应该答还是不答呢 你要认识这个 它在问你这个 那应该怎么答呢 你要看拍子记号先 96 数多少拍啊 刚才不是说了 看见9字要知道是数3拍的 但是有9个16分音符 但是有9个16分音符 一个小节 Dotr Quaver 但是它现在只是说grouping 所以grouping就是这样 这三个可以答肩头 这一粒和它不可以答 一定要这样分开 要像我这样可以圈到三解出来 是三粒16分音符 那么grouping就叫对了 那你就数够三粒16分音符 我就圈起它 一粒16分音符 两粒30分音符 现在一粒16分音符 就是16分音符 16分音符 那我看完后面 这个16分音符 这两粒加上是两粒16分 我记了这个款 这三粒16分音符 这三粒16分音符 圈出了三拍 两拍中间没有搭 正确答案第一个 1.5它又是说group的 就是拍休息 即休止符 它们是怎样画才是对的 应该要怎样画呢 那你先看拍子记号 今次是三四 一小字数三拍 如果有时要停 那些休息符号 都要是这样分开三拍的 还有如果是有时要 八分音符 中间要休息 你都要这样分开的 一会儿再遇到再解释 我们试试可不可以圈到三个一拍出来 那现在这里一开始彈了三粒16分 加多一粒16分 就是第一拍了 这是第一拍 那休息符 这些位置可以是错的 所以你先不要管它 你在后面又看上来 这个小节的最后看上来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三拍出来 2粒16分加1个8分 1粒4分音符 这是第三拍 这个圈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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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有问题的东西 就是第二拍了 它画得对不对 就不对的 这两粒休息符 没必要分开两粒写的 它写成一粒八分音符 然后停一粒八分音符 就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应该写成我这个 不用分两粒这么烦的了 所以正确的 就应该是这两粒 变成一粒八分音符 那就对了 现在是不对的 这个第二 这个很简单 这个四分音符就是第一拍 这里有些休息符 可能是错的 不要理它先 由后面是分上来 这个是第三拍的后面一半 这粒是这粒来的 第三拍后面一半 所以它就先停了一个八分音符 那就组成了一个第三拍 这里停的就是第二拍 那就对了 那是什么叫不对呢 如果它可能写成这样呢 写成这样就不对了 就是它将这两个休息 如果合体成为一粒大休息 虽然音符的数量整个小节是对的了 但是写法不错 第一拍 我圈不到第二拍 和第三拍中间 找不到一个位置画下去 不清楚被人看到第二第三拍 所以这个写法会错 所以这是对的了 最后一个了 我们由有音符就在左手边开始看 四粒十六分加上一粒八分 接着这里有一个八分音符 我要先组成第二拍 我要填一粒八分的休止符 那我就完成到第二拍了 接着想再休息 就停下第三拍了 我现在上面这个写法是对的 它是不对的 我圈到第一拍 但我圈不到第二拍 所以这两粒休息 倒转了写 我这个写法是对的 它是不对的 第二题 第二部分 和音符有关的 第二部分 他问你这个什么音符 很多条线 在纸上很容易数 但如果你上网考试就麻烦一点 有时很难数 很难数 你在这个按钮都很容易错 然后我镜头又在那里增 好些的方法 如果你数完之后 不太肯定 你抄到纸上数 你数到多少条线先 一二三 三条线 上面的粒音 我抄过来 三条线上面的粒音 抄到纸上数 不要放过这一分 不要不小心错 中间谱好吗 中间条线是C 那你慢慢数上去 我记得下一个C 在这里 它是C 它是C C D E F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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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 现场考在纸上 那你就可以这样 逐个刷 这样数 如果在电脑上 就危险些 会不小心 拖拖了 就数错了 所以用个肯定的方法 找答案 不要不小心错 不要放过它 2.2 它问你这个音符 和后面三个音符 哪一个是 Anharmonic Equipment 就是那两个音符 会按下钢琴上面 同一个按针 那就是Anharmonic Equipment 其实是同一个音符 找到所有音符 的做法 现在低音符 这个是E 低音符 这个是D 这个是D 这个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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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同学的做法 就是画钢琴 然后你把音符填上去 就是E 答案 有三个 一个是D D D 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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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就是Anharmonic Equipment 因为它们在钢琴上 会按下同一个按针 所以我就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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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這一個音階 找二號音 G音出來做新的調 新的調就是G major Up major second就找二號音 他還有幾款移調會問你的,一會幫你溫習一下 他們要點移 我完成了整個題目 現在新的調就是G major 那就寫G major音階 G major一個聲號聲F 這兩條音階怎樣使用呢? 它就是一個翻譯機 你在題目找到的音階 你就去上面那個音階找 找到那個音階,它下面出現那個音階 就是你新的譜應該要出現的音 就像翻譯 計算機 下一步 我就寫完題目的音名出來 排目的音名 這裏有F B natural C和Db 接著我就做翻譯 F要改成什麼呢? 你在上面找 F就改成G 那我就改成G 第二個 B要改成什麼呢? 那你沒有B嘛,你有Bb的 那你想一下就行了 Bb就改成C 我要B,那就是升高了的Bb Bb升高了就B 那我下面這個音也要一起升高 C升高了就C 所以B就改成C 再說一次 我要找B音 但沒有B,我只有Bb 我知道Bb要改成C B呢 就是升高了 那我C升高了 B就改成C Bb改成C Bb B就改成C 下一個是C音 C音改成D 很明顯 Db我沒有了 我有D 沒有Db 那你想一下 D就改成E Flat了D改成什麼呢? Flat了D 那這個也要Flat Flat了E就是EFlat D就改成E Dflat就改成EFlat 改完了,四句音 所以這四格就是我的答案 對的 那現在去看看題目他們做得對不對 第一個,這一格就問你新的調的 即是這個 新的調Gmajor Gmajor一個聲號 那它畫得對 就說它對 那題目這裡有四個音 我找了音名給你看看 我寫在這裡 現在它有G 這顆是C 這顆Dflat 這顆是F 這些是對的,我找的 這些是題目的 那看它是對不對 第一個是對 C 我要C 它給C 我不對 我要D 它給Dflat 我不對 我要Eflat 它給F 我不對 只有第一個它是做對的 所以第一個是對的 其他不對 你也要小心多一件事 就是它現在要up major second 所以它找G 都是向上 兩格的 F 音向上兩格 就是這個位的G 所以就是這個位的G 什麼叫不對呢 如果它給了這個G 太遠了 或者給了下面這個G 都不對 它說up major second 就是向上數兩格的那個G 2 那為什麼不可以就這樣數呢 因為那些星降好會不對 我們要理好那些星降好 對不對 所以就要用這個方法 就是這樣 這題 剛才說我們要按摩一下儀調 Major second up Major second 就是找了二號 還有什麼會問你呢 就是up minor third 就找三號音降半導 如果原本首歌 F Major 叫你up minor third 你新的調就是 A flat major 在這個case 就會是 找到三號音之後 將那個音降低半導 就是你新的調 就會是A flat major 如果叫你up perfect fifth 其實就是叫你在這裏數第五個音 5、1、2、3、4、5 新的調就是C Major 在這個case 原本首歌是F Major 叫你up perfect fifth 新的調就會是C Major B flat major 如果他叫你down perfect fifth 就是找四號音 在原本的音階上找 向下數5架 1、2、3、4、5 4號音 如果是F Major這個case 你新的調 down perfect fifth 新的調就是四號音 B flat major 那你就會找到B flat major 他還會問你down minor third 找六號音 在這邊向前面數三格 1、2、3 六號音 不用加降號 你記住 找六號音出來做新key 所以現在這個case 你新的調就是D Major 最後有可能問你的是 down major second 就找七號音降半導 如果本身首歌F Major 叫你找down major second 新的調就要是 7號音 D降低它半導 E flat 你新的調就是E flat 那這六個記了 那個數字你是數到的 他叫你up 你就由這邊數過去 叫你down你就由這邊數過去 只是唯一你要記住 哪個要flat 哪個不用flat 只有3號和7號會flat 你找到新key之後 寫完音階 那你這個翻譯動作就不難的了 最危險是你找錯key 你一找錯key 就全部錯了 你的翻譯動作 最危險是找新key 2.4 這題 他就問你這三個譜是一樣的 彈出來的聲音 不過有些高音一點有些低音一點 他就問你 誰高一點誰低一點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麻煩你每次做都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畫一個鋼琴譜 有了高音譜和低音譜 鋼琴譜是這樣的 Middle C就在這裏 這兩個是同一個音來的 鋼琴譜 你可以畫 下一個C音在這裏 這些全部都是C音 這個Middle C 這個高一點的C 這個低一點的C 接著我們去題目那裏 將他每一題的第一個音 就複製下來這個鋼琴譜 第一個低音譜號 Middle C 上面那個f 其實就是低音譜號 他現在畫了在這裏 這個f 但是我想不想那麽多附加線 所以我去高音譜號那裏表示 其實就是這個f 這個音和這個音是同一個音 這個是題目A的音 所以我就寫個A 題目A的音 A是這個音 題目B Tenner Clave 一個我對C的 聽吧 C的Middle C是第四條線 兩個C字夾着,是Middle C Middle C上一點那份f Middle C上一點的f Middle C上一點的f 這是題目D那個音 她跟題目A是同音 第C的題目是高音譜號第一屆的app 高音譜號第一屆的app 不是又在這裏? ABC是同一個音高 三個彈出來是一樣的 都是在這裏開始的 那就去看題目的答案 A問你A和B在同音高 A和B是否同音高? ABC也同音高 A是1N higher than C A是否比C高一個百度? 不是,A和C同一個百度 B是1N lower than C B是否比C低一個百度? 不是,B和C同一個百度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做這題的方法就是畫一個鋼琴譜 幫你比較這三個譜的音高 看三部份 3.1他就問你這些key signature 畫得對不對 第一件事先看什麼條 他說要D-short minor D-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F-short major F-short major是六個聲號 D-flat minor也是六個聲號 他現在全部都六個聲號 全部都六個聲號 那你就要看他畫得對不對 聲號的次序一定要是F-C-G-D-A-E-D 為何我畫到高高低低的呢 因為聲號的形狀一定要是這個樣子 F是高一點的 C低一點 G高一點 D低一點 A會再低一點的 A不是這樣走上去的 E又上去 B又下來 但是你的高音譜,低音譜 和Auto ban україн駛都是這個樣子 聽到彈牌 River waiver 則是不同是樣子 F在下面 上去C,下來G 上去D 下去A 上去E另外All 形狀要是这样的,你除了记得F,C,G,D,A,E,B,你还要记得形状 这三个是一样的,这个Tenner是不同的,那我们去看看它画得对不对 第一个是低音额号,F,C,G,D,A,E,这个也不是E,这个是D,不适合 高音额号F,C,不适合,G要画这里 F要在上面,C要下来,G要上去,但它画了下来,不适合 中音额号AutoCraft,F,C,G,D,A,应该要出现A,但五颗画错了 什么都不适合,错了,F,C,G,E,对,第四个不适合 不适合一些 TennerCraft的形状要在这个,下面D找F F就关在下面,这条线是F音来的 F,C,G,D,A,E,它对了,六个声号 F,C,G,D,A,E,TennerCraft,它对了 好,下一个 3.2,它说要DbM的Key Signature DbM有五个降号 五个降号呢,就要降B,E,A,D,G 还有C,F,不过今次不用降了 为什么我画到这样呢?因为降号的形状一定是这样的 B在大概中间位 上去用E弦的,下来用A弦,上去用D弦,下来用G弦 形状是这样的 四个降号是一样的,形状 我们看看它画得对不对 第一个AutoCraft 这个已经画错了 这个是C音来的,我们要B弦 错了 低音符号 这个是B的,B,E,A,D,G 是对的 看起来其他 高音符号是B,E要画上去的 E要画在这里 这个错了 虽然音符号是对的,但它画错了 TennerCraft这个不对 这个是G 我们要B弦在第一个位置 错了 正确答案是低音符号 3.2 3.2 这题呢,它就问你 这首歌呢 有些星降号呢,它就画了 用临时记号的,画在音符前面 它没有写key signature 看你猜到什么key 那我们做的方法是这样的 做的方法呢,这题 3.3做的方法 我呢就是这样的,写FCGD AEB出来 你看到那些星号,降号就走到这里 下面做记号 如果你看到那些星号很整齐地排在左边 由左边排过去的星号 降号呢 或者降号是很整齐地由右边排过去 那首歌也是major调的 其实情形就好像你有个星FCG的key signature 在首歌最前面 如果整齐的话 可能降好BEADG 很整齐的 那就是major调了 这些情况也是major调 那如果它不整齐呢 你就要猜它是minor调 找出正确的minor 那怎算呢,如果不整齐 minor它给你的提示就是七号音 七号音升高了的七号音 你写minor harmonic音阶 会升高七号音的 melodic音阶都会升高七号音的 这个就是heince 给你找答案的heince 你找到那个不整齐的音 你就猜它是首歌的minor调的七号音 你找回一号音出来 找回一号音出来 那就是什么minor 七号音升高了之后 和一号音的关系要是半音的 那我们稍后会用到这个技巧 好,那我们做题目 好,写了fcgdaeb bb 那现在有什么降格呢,讲由b, oeb, oeb b, a r现在有什么降格呢,有一个b, b, a, b, b, a 这三个降号在前面,然后不写key signature 3.3B,一样方法 有低音铺号,有G-shop C-shop 这个都是C-shop,这个E-shop 不整齐的,不是整齐排在左边 有个零细细走出来的 音,E-shop 不整齐的那个,首先不整齐,你要估它是minor major答案你就不理它了 E-shop就是我们minor key的7号音 7号音是E-shop 那你可否猜这首,这个minor是什么小调呢 你找回1号音就可以 7号音和1号音就要是下一个英文字母 首先英文字母要是下一个英文字母 然后它们要是半音 现在E-shop不是半音 E-shop F-shop才是半音 那我这个1号音就是F-shop 1号音的F-shop 1号音是F-shop的minor 就是F-shopminor 新的调就是F-shopminor 不是新的调 这首歌就是F-shopminor 那我就找到答案了 我完成了这个 minor scale给你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很像这个状况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肯定不适 F-shopminor完成F-shopminor F-shop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A major A major有三个声号 三个声号升F-C-G E本来是不升的 但我写的harmonic minor 就会升的 所以本来不升 我现在升高 我这条就是F-shopharmonic minor 你看看似不似我现在画出来的情况 F-shop 已经没升 稍后研究一下 有C-shop 有G-shop 为什么E会-shop 因为7号音升高了 完全吻合这个状况 为什么F没升呢 应该首歌没用过F-音 首歌没用F-音 所以我看不到它 所以其实它有声 不过首歌没用 所以我很肯定是F-shopminor 为什么A-minor和G-shopminor都可以肯定它不适合 我试一下 肯定它不适合 A-minor你就写A-minor A-minor的7号音 G-Single 如果首歌是A-minor 它一定要给G-shop做提示 给了 又G-shop 但是前面5个音是 不改变的 一定不可以 自己加声 C不可以shop A-minor 一定要是C不可以用C-shop的A-minor F有可能的 E也不能shop 第三个音一定不能改变的 一定要是C 它给了C-shop肯定不是A-minor 下一个是C-shopminor C-shopminor的状况会是怎样的呢 C-shopminor relative major是E-major E-major有四个声号的 F-C-G-D F-C-G-D 升高了7号音 如果首歌是C-shopminor 它一定要给B-shop提示 B有没有升 它又用B音 但是它没有升 然后首五个音不能改变的 一定要是E音的 它给了E-shop就一定不是C-shopminor 肯定它不适合 所以一定是F-shopminor 这里就是这样 虽然複杂一些 但是方法也很肯定 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不用猜的 第三个是C-shopminor 现在有高音谱号E-flat 还有A-flat 找完了 不整齐了 漏了一格 我看看它有没有用B音 有啊 它有B音 但是它特意不F-flat 特意不F-flat 这个就不整齐了 如果它是F-flat就整齐了 但是它不F-flat 不整齐 那我就不要一些Major答案 三个Major答案 三个Major答案 我选C-minor 我完成了C-minor音机给你看 看看你是不是很像这个 C-minor的E-flat E-flat Major三个降号 降到B-E-A 原来没写过 原来没写过 这个位置 降到B-E-A 然后升高7号音 B-flat升高了 就会是B音 现在我这里就只剩下E-flat和A-flat 整个音阶 只剩下E-flat和A-flat 就像我这个找出来的情况 只剩下E和A-flat 其他都没有F-flat 和C-flat minor的 一样 所以就肯定是C-flat C-flat minor C-minor一样 肯定是C-minor 做完了这题 3.4 他说要有一条D harmonic minor音阶在这里 但是留了两个音阶 叫你找出来 那你就自己写 自己写一条D harmonic minor 现在那个minor音阶在向下 所以你写音名 就是向下写的 D C 或者你由这边写回来 写完英文字幕 D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F major F major 一个降好降 B flat 加回B flat 然后他说 这个是D minor Harmonic minor Harmonic minor 向下都要升高7号音 7号音是由下面开始数的 1 2 3 4 5 6 7 给这个 升高 那就完成了 这个minor音阶 X的位置要是C sharp Y的位置要是B flat 完成 3.5 3.5他就问你 这条一定是minor音阶来的 他就问你 用哪个clap 他才会是真正的minor音阶 我做的方法就是这样 minor音阶 声音是 头五个音 全音半音关系一定是全半全的 头五个音 我们就用这件事去检查一下 音阶对不对 看看他头五个音是否全半全 6号、7号音有时会升高有时不升高 所以就会整乱了这些全半全全关系 全音半音关系 所以我们检查了头五个音 四个普号都检查了 通常你都可以找到三个错 只剩下一个对 你就听对的 有时可能会找到两个都对的 头五个音 有两个clap都可以 那你就看6号、7号音 对不对 早不早成到一条minor音阶 就是这样 方法就是这样 这次的音阶就由下面写上去 所以你的nati do wemi在这边 全半全全全在这边 全半全全 如果首歌是 如果是 Travel Club 如果是高音谱号 那这里头五个音是什么音呢 F G A D C 第2个音简直 我检查一下传本关系 FG 是否全音呢 我想要全音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是全音才对 但FG 不是全音来的 在钢琴弹 F和G 中间有两个按钮 有两个音夹在中间 不是全音关系 高音谱号就否决 不对 低音谱号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在这里 这一粒是A来的 第2个音声了吗 A B Shop 又是有两粒债在中间的 不是全音关系来的 低音谱号又不对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在这里 这个是G来的 第二个音谱号 又是这样 G A Shop 中间有两个按钮 在钢琴上按的时候 不是全音关系 又不适合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 如果放一个低音谱号在这里 这个是E来的 对 2min 一个声号F 那就检查吧 第一个位 要是全音 E F Shop是全音对了 F ShopG我们要半音 F ShopG是半音对了 第3、第4个音中间要是全音 G A是全音对了 A B是全音对了 那我就选Tendergraf 第2题 这次音阶又是下面向上 又是下面向上 Nati Doremi 又在这边 全半全全全都在这边数过去 全半全全 如果放一个高音谱号 在这里 这一颗是E来的 如果你记得自己没有E short minor 肯定就可以 不要紧 不要紧 现在 1、2、4、5音都升了 交一些声号 E shop F Shop是半音来的 你按钢级 E shop F Shop中间找不到有按键 那它们是半音关系 但是这里我想要全音 那就不对 高音谱号就不对 Bass clef 如果Bass clef这个是G 第1、第2、第4、第5个shop G shop A shop 是全音对了 A shop B 是半音对了 C shop D shop是全音对了 C shop D shop是全音对了 对了 低音谱号暂时 我们要看其他一个一定 Auto clef 如果放Auto clef在这里 它就是F来的 F shop G shop是全音 G shop A是半音 A、B shop就不是全音 A和B shop中间 你会找到两个钢琴键 那它们就不是全音关系 只可以有一粒钢琴键才是全音关系 Auto clef不对 Tenner clef 如果放Tenner clef在这里 它就是 D D 我看到不对了 D shop E shop是全音 但是E shop F不是半音 它们Anharmonic Equipment 按了同一个钢琴键 这个位一定要是半音 但是它不是半音 所以就不对 所以唯一对的答案 就是低音符合 好 C这次音阶又往左边向上了 所以拿铁到Raini在这边 全半 全 完全 这次我讲快一点 正常你就应该可以想得很快 如果我放高音符号 这个就是G flat 1、3、4都flat G flat A不是全音 否决 低音符号 B flat B flat B flat C是全音 CD flat半音 D flat E flat是全音 E flat F是全音 对了 Auto clef A 对了 没有A flat minor A flat B不是全音 有没有 没有 A flat B不是全音 不对 听得起 如果放听得起 C flat flat 这一粒是F FG 不是全音 F flat G F flat G不是全音 所以不错 低音符号 是对的 答案就是这样 做的方法就是这样 寫得更多草稿是这一条 3.4 他就问你 Cromatic scale 他问你Cromatic scale 是对的 是不对的 第一件事呢 就写上音名出来 现在是 Auto clef 中音符号 这一条是 G shop 这一条是G 这一条是G 这一条是F F 不是 这是E 这一条是F 这一条是E 这一条是E 错 头和最后的音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音名 G shop 对了 接着 就是每一个英文字都要顺次序出现的 G A B C D E F G 没有跳了英文字 不可以跳了 是对的 而且英文字可以重复 G G E E D D B B A A 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有三个 不可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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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E E E 也是不可以的 现在三个规矩都可以 我们就做下一步 就是画钢琴 你画够两个八度 最好就是画阔一点的音 因为你要写一个音 要写音名下来的 所以要画大一点 那我就将音名填下去 现在这个是高音别下来的 那我就找高音那边 G shop G shop 下个是G F 那就不行了 跳了这个键没有彈的 G 然后又彈F 那就这颗没有彈 不错了 错了 好,继续下一个 写音名先吧 低音符号 这个是C C C Shop D D Shop E E Shop F Shop G G Shop G Shop Shop A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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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C 第一个规矩 第一个规矩就是头尾的字是一样的 CC是对的 英文字母有没有顺次序出现 D E F C D E F G A B C D E 顺次序了 OK 有没有连续出现和三个英文字是一样的呢 CC DD EE FF AA 都可以了 对的,规矩是对的 接着就填 这些音符 这次我用回这个 对了,用得回了 由下面开始 C D D C Shop D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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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 是对的 这一格可以叫做E shop 下一个是F shop 下一个是F double shop 都对的,这一格可以叫F double shop G shop A A shop BC 这样就对了 每一个字都自己霸佔了一个按钮 每个按钮都有彈到 按True 做完了 3.7 就问你technical name 就问你这个音符不符合这个句子 那我们就做一下 首先看看这个音名 低音譜号 这个是F flat 他说你F flat是不是submedian in A flat major submedian是六号音 A flat major 6号音 A B C D E F G A A flat major 4个钢号 B E A D 6号音是F 不是F flat 不对 他说B B 这一颗是D sharp 他说这个是不是super tonic Super tonic是二号音 C sharp minor的二号音是不是D sharp 然后呢 C sharp minor C sharp minor的 relative major是E major E major是四个声号 四个声号是F C G D 做这一颗顺便升高了7号音 做完minor之后升高了7号音 要用harmonic minor 现在找二号音 二号音是D sharp 他给D sharp 他给D sharp 就是true 307C 这颗是E 来的 他要subdominant subdominant是四号音 A minor的四号音是不是E呢 A minor 没有升降好 顺手升高了7号音 4号音是D 他给了一个E 不对 就是这样 Interval 第四部分 Interval 首先看 Cleaf 过背音放号 现在没有key signature影响的那些 这颗就是A flat 这颗就是G flat 那我就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major scale 一定是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major scale 做在这里 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4个降好降 B E A D 那 找一下A和G出来 A flat G 那现在A flat G就是 1 2 3 4 5 6 7 7度来的 那在major的音阶找到嘛 那我们就叫major 7度 那我有个影片是解释这个 大调音阶找Interval 就是这样的 我们每次都写大调音阶 那后面的音阶和第一个音阶的距离呢 就要是用major 要是用perfect的 第二个音和第一个音呢 就是second 两度嘛 1 2 第二就是用major 第1个音和第3个音距离呢 就叫major 3 第1个音和第4个音呢就叫perfect fourth 第5个音就是perfect fifth 第6个音就是major 6 第7个音就是major 7 第5个音就是major 7 和第8个音就是perfect octet 总之写完这个大调音阶 它后面的音和第一个音的距离呢 我们就叫正常 我用大调音阶叫正常 2 3 6 7的正常就叫major 1 4 5 8的正常就叫perfect 如果不正常就先算了 那现在这条A flat major是大调音阶来的嘛 major音阶来的嘛 这个第1个音和第7个音的距离就叫major 7 A flat G 就major 7 题目现在要A flat G flat 不是A flat G 那我就调节一下这个距离 A flat就对了 G就不对 我要G flat flat就向那边动 跟钢琴一样的 flat向那边动 sharp向那边动 那会令到这两个音的距离 窄了 A flat G 这个距离叫major 7 那现在A flat G flat G变 G flat 窄了 窄了的major就叫做minor 所以答案是minor 7 好继续 高音号 升近F sharp 这个是D音 这个是F 升近F sharp 那我写音阶不是这个调音阶 写 下面那个音开始的大调音阶 就是D 就是D major D major两个声号 F 接着我找这两个字出来 D和F 这个距离就叫三度 1,2,3 正常形 三度用major DF sharp就叫major3 题目就是DF sharp 那就major3 不过我看到很远 不是三度 三度应该是这里的 它超远 超过一个optic 那就会在前面加回compand 这个字 compand major3 或者 那么远的距离 就是加7 10 你可以叫major10 或者compand major3 答案这里就有compand major3 C 这一粒是G 这一粒是A flat 又是compand major3 不是,是9 major2 不是compand2 或者9 下面的音是G 我写G major 就是major 其实不写都可以的 你看到那个字 出现就可以了 G major 升F sharp 就不会影响了A G A就正常的量度了 正常的量度叫major 现在是G A flat 那我就要调节这个 A变A flat向那边移动了 就会令到这两个音的距离 窄了 窄了一下的major叫minor 所以就是minor second 现在超过一个百度 那么远 一定不是两度 要么叫做compandminor second 或者将这个加7 数字 所以就是minor9 compand minor9 有minor9 给你选 这个明白吗 G A是major second G 我放大这个位置 G到A这个距离 叫做major second 题目要G A flat G不动 A变A flat向那边跳了一下 这个距离就会窄了 窄了一下的major 窄了一些的 我们就叫minor 4.2都是问音程 不过不用你写个数字的 选择刚刚的英文字 现在高音颇好 上面这个是B flat 再上面这个是C 写音阶 下面的音是B flat 就写B flat major 看见到C字了 不写完了 B flat major 就两个降好降Be 现在我只要 B和C B flat C就是正常量度 叫major second B flat B flat B flat 就是major B这些 低音号 降Be 现在这个是E flat 这个是G flat 接着写音阶不是写这个调 写这个音开始 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3个降好降Be 写完了 大调音阶里面 我先找这个G字出来 E flat G 多少度呢 1 2 3 3度 正常3度叫major 2 3 6 7用major E flat G就是major3 我先手扮一下 这个扮低音 E flat 这个扮高音 G E flat G这个距离叫major3 题目讲的E flat G flat E flat对了不动 G就要变G flat 变了 G向那边跳一下 G flat G flat 两只手的距离就是窄了 窄了的major就叫minor minor3 C这个是 Basecraft的D音 这个是A 写大调音间 D major D E F G A B C D major 升两个音 F C D A 找回D A D A 多少度呢 1 2 3 4 5 5度 14 5 8用perfect D A就是perfect 5 D A就是perfect 5 答完了 4.3 4.3 他就是给一个音程名你 给下面的音你 叫你画上面的音 现在高音调号 现在高音调号 F C G 现在这个F音调号就是F sharp 现在题目想要你在上面画那个Augmented fourth 出来 如果下面是Sharp的音 我就 不用 那个音的major scale 我用回没有Sharp的音 只要用F major找答案 你都有F sharp major 两个都找到答案 我两个做了给你看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没有A 你是没有A sharp major的 很多Sharp的major你都没有 A sharp major没有 B sharp major没有 C sharp major没有 D sharp major没有 E sharp major也没有 你只有F sharp major是有的 G sharp major也没有 我们习惯看到有Sharp 看到下面的音是这些音 A sharp我就用A major B sharp我就用B major 见到C sharp我就用C major 见到D sharp用D major 见到F sharp我也用F major 不要烦了 F和F sharp major都找到答案 我两个做了给你看 首先我试一下用F major 现在下面的音是F sharp 我想找回他的A sharp major 我写F major F major有一个讲好讲的B flat 我找到4度音在哪里 就是这里 F B flat 这个距离就是4度 1 2 3 4 1 4 5 8就叫perfectscape F去B flat 有点复杂 不要紧要慢慢想 F去B flat就perfectscape 这是事实来的 我找到的 现在下面的音我想要F sharp 现在这个不是F sharp 我先对准了下面的音 我弄到下面的音是一样 我怎么弄它呢 F变F sharp就要向右手边移动 那我就两边一起向右手边移动 如果两个音一起向右手边移动 那么距离都不会改变的嘛 两个音是一样的距离 所以都仍会是perfectscape 那么我动了 F 升高了就变F sharp B flat 升高了就变B 所以下面这两个音的距离 仍然叫做perfectscape F sharp B 都叫做perfectscape F sharp 现在下面的音对齐了是F sharp 现在找到perfectscape在这里 但我真的想要的是augmentedscape 所以我要再弄阔一点 F sharp不动了 B要弄阔一点 B这边向那边移动 那就弄到距离 多阔一下 那就会是augmentedscape B要变B sharp 就会是augmentedscape F sharp 那答案就是B sharp 我量多一次给大家看 下面的音有sharp就是麻烦一点 FBflat 就是perfectscape 两个一起向右边移动 F sharp B 都是perfectscape 我要augmentedscape 所以整阔它 B变B sharp 所以F sharp B sharp就是augmentedscape 就是我想找的东西 所以答案就是B sharp 我用F sharp major找答案给大家看 我找到答案了 我找到答案了 但我试下用另一个方法给大家看 App sharp major 有时会更容易 F sharp major 6个声号 F C G D A E B fcgdae 6个 我找4度音出来 F sharp B 这个是4度 正常4度叫perfects F sharp B是perfectscape 4 其实我们刚才都经过这一步 F sharp B是perfectscape 4 F sharp B就是perfectscape 4 现在我要augmentedscape 4,我要整阔 下面的音符合了,下面的音符合了 我要整阔 B变B sharp就会整阔了 Augmentedscape 4 用B sharp 答案就是B sharp 高音符号的B音符合了 他要perfectscape 4,简单 写B major的音符合了 你写到第4个音符合了 B major 升5个音符合了 F cgda F c g d b a 我要4个音符合了 b e 这就是4度 你大调音符合的4度都叫perfectscape 4 不是perfectscape 4 perfectscape 4以为E音符合了 我画个E音符合了 整单 Cool C 又是App shop 这个又是App shop 这个是App shop 今次用App shop major找 刚才也写过 这次他要Compat major3 我找给他App shop major L G A B C D E 麻烦再写6个声号 怕你写漏了 其实 他找3度 App shop A shop 就是3度 正常3度的major 下面的音符合了 要用major3度就给他一个A shop 不过今次要Compat 即是远一点的A 这里是A Compat要高多一个8度 就去到这里 那就是Compat major3 答案是A shop 我写F major也找到答案 F major有一个讲好讲B flat 他说要找3度 我就先找3度 F A就是major3度 但题目是F shop 我要先对齐了下面的音符 F我要变F shop A我又变A shop 那我就保持到一样的距离了 都是major3度 F A是major3 根据F major 我找到F A是major3 那我下面的音符要变F shop 题目要F shop 一起动 一起动 都是major3 距离 现在就是F shop A shop 是major3 那我就给他一个A shop 他要Compat 要远一点 那我就画远一点 A shop 就是这样 最后一题 低音符号这个是G来的 这次要diminish7 G major G major一个星号星F shop 他说要7度 我找7度给他 1234567 G F shop G F shop这个距离就是7度 12367 都是叫major的 G F shop是major 题目要diminish7 那就要麻烦一点 我要整扎一点 整扎好多 首先major我要整扎一下 就变minor 我再扎一下 G字就不动了 因为下面的音题目已经是G 这一格对了 我整扎它只可以动右手边 我想要扎一下 F shop扎一下 变F 所以G 去到F这个距离就是minor7 我现在要diminish7 再扎多下 再扎一下 F再扎多下 要变F 这个距离就叫diminish7 你千万不要改变了英文字 你不要想着F我扎一下变E 行不行 不可以的 一定要继续用F字 你用了E字就变了6度 一定是继续保持F字 继续 降它 现在你再说多次 我们找出来 大调音阶G F shop major7 我要变diminish 要整扎两下 G字不能动 就行了 用这边整扎两下 F shop扎一下变F F扎一下变F G F flat 就dim 所以答案我给F flat F flat 加F flat 答案就是 5 就是Cord 它就给你一个旋律 叫你选择 填和言 你可以用的就是1245和言 你每一个乐句 都要符合cadence 什么叫cadence 就是每一个乐句最后两个和言 一定要适合规矩 你只有几款可以用的 你可以用5-1这个组合 它叫做perfect cadence 你可以用4-1这个组合 它叫做play go cadence 你可以用 任何一个和言变做5 这个组合叫做imperfect cadence 你暂时只有三款可以用的 每一个乐句最后两个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那个和言 1-1-5 这个位和这个位只可以是1和5 所以我通常会做到最后的组合 就是这样 首先看首歌什么调 现在看key signature 它是G major 会不会是minor呢 你就看一下有没有临时升降号 如果没有就是major的 如果是minor 你会见到临时升降号 和是major调的5号音 所以gabcd 如果你看到有sharp 还要是dsharp 那首歌就会是e minor 那你就要用e minor 引介运答案 但通常都 没见过这题出minor 给你 现在g major 写g major 写g major大调音阶 g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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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sharp a dsharp 那我们先看这一块 这里可以用1或者5的 这里有什么音呢 dsharp a 那我们选一个和言可以更多音 1或者5 gbcd 就只是中到d 5dsharp a是中了的 dsharp 中了5号 选5号 最后这个是5前面是什么都可以的 你可以选1或者2或者4都可以的 当然不会是5 不会重复 不会5 5 所以就是124 你看有什么音 这里有b a g b b 1可以不可以 就可以的 中三粒 1号和言中三粒 gb 2 就是ace 就中得a 4就是ceg 就中得g 中一粒 所以1号和言最好的 就中三粒 只有a不中 选1号 a不中 它这次是passing notes 你由一个和言音 好像音阶那样 经过它再去下一个和言音 这一款叫passing notes 就可以接受的 虽然不中 也很轻的 第二句了 第二句了 我们先做最后 这里有什么音呢 有gb 1是1 1是5 选一先 1中到gb 中了 5 df-a 一粒都不中 那我就选1 如果最后是1 前面那个 就只会是4或者5 不会是1和2 所以这里我就会在4和5中间选一个 那你找到音名出来 cg ec ceg 有和言中了 4号 ceg 中了 4号 4 1是ok的 breakle cadence 前面这个就不关 cadence了 你找个中得多就行了 Ace 2号 Ace中了 答案就是这样 15和241 5.2 他问你这里是什么cadence 最后这两个和言的组合组成一个cadence 他问你是哪个 那你就写音阶 写音阶 写音阶 写什么音阶就是他画了给你听什么调的 很好人的 Fmajor就是Fmajor音阶 接着要画和言表 Fmajor1号和言fac 2号和言gbbd 4号和言bbdf 5号和言是cegbdf 5号和言是cegbdf 好,看看这一串是什么和言 这里有什么音呢 有fafc fac就是1号和言 这是1号和言 这一串 是cegbdf cegbdf5号和言 15这个和言组合就是imperfect 总之后面最后是5号和言 最后是5号和言 就是imperfect cadence imperfect cadence 好,第二题 第1号和言是D 而是DMajor 我说我说DMajor dmajor你就写DMajor音阶 这个和言是DMajor音阶 bfga bcd 4号合言GBD,5号合言AC-E 我打算看看这一吋,这有什么音 AAC-E,AC-E就是5号 现在这个就是DFAD,EF-A就是1号 5-1这个组合叫做Perfect Cadence 答完 5.3了 5.3它就是直接问你那些和言的名字 整个村网的名字 那就要写那个世界ABC 要知道它是root position 1st inversion还是2nd inversion 首先首歌是什么调呢 它有讲给你听的,不过试试自己找吧 1个声号是G major 我要怀疑它是不是minor 我看有没有临时声降号 有啊,那个临时声降号是不是这个调的5号音呢 这个是D来的 是不是G major的5号音升高了呢 G,A,B,C,D G major的5号音是D,它升高了 那我就可以估它是minor D是7号音的minor 就是E minor 或者你找回relative major G major和E minor 是relative major 和minor 它们都是用一个声号的 首歌就是E minor 好,开估了 首歌是E minor 这些题它有告诉你 但是就算它不告诉你 你都应该自己知道 首歌是E minor 不是G major 那你要用E minor音阶去找答案 如果你用了G major 就会找错了 所以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先告诉你 有就不用烦了 E minor一个声号 Fshort 顺便升高7号音 然后画和言表 1,2,4,5 今次要写A,B,C 1号和言EG,B 2号和言Fshort A,C 4号和言A,C,E 5号和言B,Dshort,Fshort 这个1,2,4,5 和言你都可以 世界A,B,C 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和言彈下去 最低的音 最低的音如果是第一格 我假设一下 如果1号和言EG,B 最低的音是E 你就在弦root position 就用世界A表示 最低的音如果是G 你就在弦first inversion 世界B表示 最低的音如果是B 你就在弦第二格 就是世界C表示 现在A有什么音呢 A这一圈 有Fshort,B,Dshort,Fshort 5号和言来的 B,Dshort,Fshort 那就是5号和言 最低的音是Fshort 最低的音Fshort 你就是在弦第二格 最低的音是A 就是世界C表示 所以是5C和言 B这一圈 B这一圈 A,A,C,Fshort Fshort,A,C 是2号和言 Fshort,A,C Fshort,A,C 2号和言 最低的音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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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弦first inversion 就是世界B表示 2B 2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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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就在三音這個位置 最低音是G 三音就在彈第一次inversion 就是用世界B表示 那你不是一 為甚麼會這樣 不是找這個 找到隔壁 傻仔 這個 C A C E 幸好他沒有1B我選擇 不然我錯了 C在這裏,我找了一吋 應該找了一吋 別管他 A C E A C E 4號 最低音是C A C E 裡面的C 就是這一格 所以你就在彈第一次inversion 就用世界B表示 所以這個是4B和言 好危險,差點做錯 做錯又要重新做過,然後去剪片 危險 答案就是這樣 6,問你意大利文、德文 我就不用同學背的,因為我自己也不背 上網查到的東西為甚麼要背呢 所以就不背的 但是有些我又會記得的 Lanser我記得是慢,那我先回答這個 用得多呀,見得多你會記得 有些 見得不多就忘記的 你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好,你就背了 那你就拿了三分 那你就加油了 好,6.2 就問你 這個一定要懂 裝飾音 他說彈出來這樣的樣子 他問你是哪一款裝飾音 他現在這個呢 看到他不斷重複兩個音 F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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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那就是Trill 就是Trill 但是Trill呢,最後有時候會下下下面的音 F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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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D 落了D那裏 有時候會下下下面的音 那也是OK的 也是叫Trill 那如果單是這樣呢 如果單是這一格 F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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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其實就像Turne 如果單是F2,F2,F2,F2 或者F2,F2,F2 就是Turne 但現在很明顯有個F2,F2,F2在前面 就是Trill B這個呢 這個GF2,F2,F2 有上有落有上有上回來中間 這種就叫Turne 那它是上了先的 上面下回來先的 那就Apple Turn 這個如果寫上裝飾音出來 這個F音就會是長音 然後寫了Turne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有這粒字音 整個譜是這樣的 那你就要懂得彈 什麼嗎 GFGFG 所以就是Turne 6.3 就問你 和樂器有關的知識 小知識 第一題 The Co-angulars English Horn 這個樂器是不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是的 温集一下 這個English Horn 是木管 是的,温集一下 稍後可以看 我們温集木管樂器 Wood Wins 這個Family 有幾個樂器 最高音就是Piccolo 接著就是Fruit Piccolo和Fruit是朋友 在同學學到高級的學習 可以學到Piccolo 他們吹的方法是一樣的朋友 Piccolo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Foot and knife 下面就會有 Clarinet Clarinet 就是單黃管 它是用黃片的 有黃字 它是 Single Read Instrument 我用了一字 一塊黃片 Clarinet是一塊黃片 它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只有它是一塊黃片 還有其他用黃片的樂器 就是 Hobo English Horn 就是那個 Clarinet 不懂得串 它兩個是朋友 學Hobo的同學 或者去到很高級的學習 可以學習英語 English Horn 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Obo不是 但它們都是Double Read的 還有一個最低音的Bassoon 也是Double Read的 所以 這裡的transposing instrument 就有 Piccolo Clarinet 和English Horn 其實它問你什麼 English Horn 不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就是 Obo是用Single Read 不是 我們溫習了 Obo是用Double Read的 只有Clarinet是用Single Read的 Force了 Trumpet可以彈這個 不知道什麼 Ulgar Chorda 是不行的 這個字是一條弦的意思 一條線 為什麼要按呢 因為鋼琴本身 每一個音 就有三條弦 然後它的鋁就一下打在三條弦 你按彈 一個按鈕 一個鋁打在三條弦 鋼琴 下面有三個腳 有時候有兩個 右手邊這個Lath Pedal 就會令到鋁只打到一條弦 整個鋁都會移過一點 只打到一條弦 就會細聲一點 軟一點 軟一點 那個就叫做Soft Pedal 所以就會看到這個字 就叫它踩左邊的按鈕 就會令到那些鋁只打到一條弦 所以鋼琴才會有這個東西 Trumpet是不行的 做不到 這是什麼 Tubula Bell 不知道是什麼 它說它是不是 Sound of Definite Pitch 塗什麼 如果Bells 我就會猜是 它問是定音樂器 這個敲擊樂 可不可以彈到不同的音高 我會猜是B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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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些手中 現在很流行的手中隊 每個同學拿著不同音的Bells 為免給了錯誤的資訊 我現在立即查一下 那樣是什麼 敲擊樂你記不完的了 它有時候又出過新的 所以如果真是 盡量記吧 常見那些記了它 不常見那些就沒辦法了 撞個答案 這個 這塊 是有固定音高的 它有很多支柱的 它叫你打一個C音 你就打到C那條柱 它叫你打C-sharp 你就打到C-sharp那條柱 所以是定音樂器 但是我們平時 不是我們平時 我只是知道它叫Trum 我不知道它叫Tubula Bells 可能是美式叫法 可能一直都用美式叫法 Trum怎麼串呢 不是 我找回另一個名字 因為真的不知道它叫這個名字 如果英文可能猜到TrupeBullet 一條條Trupe的Bells TrupeBullet Trum怎麼串呢 TrupeBullet C-h TrupeBullet C-h-i-m-e TrupeBullet TrupeBullet C-h-i-m-e S 遇到每一家不懂的东西,就试一下推理 估计不到就撞 不要漏空虚,撞一个 现在肯定是true,我都猜对 我看到Bells,我猜是definite pitch 我未查过之前,我都猜是true 好,这个 Bowlin可不可以弹这个Sue-G呢? 这个2的意思就是 叫你只在G言上演奏 只在G言上演奏 Bowlin有G言,你可以做这个 你可以要求它 将所有音只是在G言上演奏 是可以的 通常都是在弦乐器才看到 如果它不是弦乐器 给你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要回答Porsche 你最好就知道每个弦乐器有什么弦 小提琴 Voilin就是GDAE CELLO VIOLA就是CGADAE CGAD DoubleBase都是GDAE 都是调转的 不知道就不能描述 但起码看到这个Sue-Zue 第一个英文字幕就一定是弦乐器 专用的了 所有弦乐器才用的 好,第七 7.1 7.1 它就问你和音高有关的 你可以 它就问你一个小节 今次就是Obo声报的第六小节 Obo声报第六小节 就是这个 它通常都是说 要把它移高还是移低 你看些答案 四个答案 选一个 四个答案 最后的部分 都是一样的 Rewritten 它就问你ABC哪一个是做得对的 其实就问你这个 比较音高的题目 我们刚才做了一题的 我们用一样方法 我们用一张五线谱的草包字 先画鋼琴谱 然后就去题目那里找那个小节 你先把第一个音抄过来 现在它是高音谱号 上加一线那个A Obo小节第六小节就是这个音 然后呢 你看看这里 它不是叫你 Written One Autoflower 那你就自己搬下一个 即是要搬过来这里 题目是这个 但我们想要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找这个 接着我们看一下题目那些 答案A这里 这粒A在哪里呢 中音谱号Mittos 上面那个A 中音谱号Mittos 是中间条线 上面那个A 都是这里 答案A在这个 答案B 低音谱号上面加很多条线的A Mittos 低音谱号的Mittos 是上加一线 就等于高音谱号的Mittos 上加一线 所以低音谱号Mittos 就是高音谱号的Mittos 上面的A音就是上面的A音 也是在这里 Tenor clef 也是在那里 第四条线是Mittos Mittos 上面的A 又是Mittos 上面的A 所以三个谱号 弹出来都是这个音 都是我们想要的音 就是这样 这个是Mittos A,B,C 也是Corectly 这样 A,B,C Wittern One Nocti lower A,B,C,R Correctly Wittern One Nocti lower 7.2 7.2 他又给你一个句子 他会问你 描述得对不对 他说 The notes in bar 3 of the oboe part are marked to be played Semi Staccato Staccato Staccato就是那些音符 如果有点在上面 就要Staccato 断开演奏 如果他加上一个Legato 的目 又Slur 就是要你断 但是又不要断 就是Semi Staccato 小小断 有时他可能会Staccato 然后加一个Tenuto 都是Semi Staccato 他问你的Obo 第三小节 这些 不是啦 这些是Staccatissimo 这些是超级断 就不是Semi Staccato Force 第二个 第二个 The music in a simple duplo time 对 这个Ccut Ccut 即是22 上面的2 上面的2字就告诉你 它是Simple duplo time 我去温集一下 温集一下 那些拍子记号 有两个数字的嘛 time tip picture有两个数字 我们现在只说上面的 上面的数字就会告诉你 它是什么 那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Simple time 还有Combine time 这两个数字之中 我们又有分数2拍的duplo time 一小节数3拍的triplo time 和一小节数4拍的quadruplo time 不懂串 就是这三款 我们有Simple duplo Simple triple 和Simple quadruplo 有Combine triple 全部都是看上面的数字 就会解决到的 上面的数字是2 就是叫你数2拍 用Simple time的方式 上面的数字是3 就是一小节数3拍 用Simple time的方式 上面的数字是4 就是数4拍 用Simple time的方式 上面的数字是6 就是一小节数2拍 用Combine time的方式 上面的数字是9 就是数3拍 用Combine time的方式 上面的数字是12 就是一小节数4拍 用Combine time的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看到2 那就是Simple duplo 见到9 就是Combine triple 这题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看到Cut time C一动就是22 上面的数字是2 那就是Simple duplo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八小节 bar 8 是不是Fm的key Fm的key Fm要有些什么音呢 你看看 Fm Fm的relative major是Ab major Ab major Ab major 就会降4个音 降B,E,A,D 一定要有这些音 第六、第七个音 有时会有D和E 升高了 这些音都可以出现 Fm 现在这里是不是 第八小节 这些音 这些音 就不是 你看看 前面是Bb 的 它一直中间都没有转过 仍然是Fmajor 的 它没有转过 那它又没有额外加些Ab 下去 Ab一定要出现 有A 它又没有Flat A 所以它仍然在行一个降号Fmajor 没有转到Fm 那就不适合了 找得这么奇怪的 简单的 D 它说 The music should be played in a fairly quick speed 那你要懂这个意大利文 Azaii是超级快的 快上加快的意思 我记得 快 再快 急 簡直是急 Fairly 就是OK OK快 不要那么快 那应该不是的 擦一擦 外面不要给了错误的 资讯 Alegro Acai Alegro Acai Alegro Acai very fast Fai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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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级 即是快 好快 Fairly 即是一般急 一般般 应该不对 对 Emba 1-4 1-4小节 Obo 是否演奏得大声过银琴呢? 1-4小节 Obo 是否大声过银琴呢? 是的 这里一开始是 一开始他Obo Fortissimo 银琴是Forte 到Obo Messo Forte的时候 银琴是Messo Piano 都是Obo 大声一点 一起占大声 然后Obo 演奏Fortissimo 银琴也是Forte 所以Obo 是比银琴大声 7.3 他就问 选择一个好的乐器 可以演奏Obo的声部 是同音高的 你要最好就知道Obo 本身是一个高音乐器 看高音符号 你不知道呢 看回首歌 我都猜到的 在走高音符号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高音乐器 Trumbo是看开低音符号的 虽然他都吹到高音 但不是说最适合 Double Bass是低音乐器 Bassoon是木管乐最低音乐器 Voilin是高音乐器 小提琴 我选Voilin 7.4 他说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Dovinance 5号音 In the key of D minor 的5号音 出现在Obo 声部多少次 D minor的5号音 在Obo声部出现多少次 D minor一个降降Bb 5号音是A A音在Obo声部出现多少次 那就是数了 A音 D D E F D F D A D F A,G,F,F 圈了多少個呢? 在電腦上做,不能圈 一邊數一邊記住 1,2,3,4,5,6,7 7個 再看一次,你自己有沒有數樓 1,2,3,4,5,6,7 7個 好,最後兩題 7點小 這個通常都是叫你加數字 通常都是叫你在店裡找東西 他說,There is a tie in the right hand piano part in bargy tie就是這些弧線 這個就叫slur 但是這個就叫tie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它連著不同的音 這個弧線連著不同的音 就叫你legato連一點的演奏 那就是slur 如果它這個弧線連著相同的音 就是叫你加上這兩個音的時間 所以就叫你彈這個音按住它 或者吹著它,或者拉著它 這裡你就不要拉多次了 你繼續按住這個音 就是加上兩個音的時間 就叫tie 他說在鋼琴的right hand 你找到tie在第幾小節呢? right hand就是高音這一行 鋼琴就是這個 這些音是一樣的 鋼琴都會繼續鋼琴的 所以這個是tie 這裡是第三小節 我填了三字 最後一題 兩個小時 解釋得多了 所以做得很久 你想解釋得多些 還是做得快些呢? 因爲很多解釋 都在教學片中說了 究竟我這個做卷的 因爲我還有四份卷 剛剛2023年 我跟著又會做一下2023年 究竟我應該說得快些 可以省略些 還是很慢的 解釋得多些 以及幫你溫習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到這一部分呢? 如果你想 你就留言告訴我 究竟我應該 這個做卷 是說得快些 假設你已經認識了些東西 還是一路幫你解釋 以及一路幫你溫習 那是說得長些好些呢? 可能說得長些好些 因爲多些人看得久些 然後多些Google錢 不知道 你告訴我 做這些題目 就是 這裡是 the interval of the major third between two notes next to each other in bar幾 最後才來問這個麻煩的 他問呢 在OPPO聲部 OPPO聲部 兩個雙輪的音 有找到一個major三度 一定要是major的三度 在OPPO聲部第幾小節找到 那就要一路找 一路全部找到這些音程 每個音旁邊的音程 你都要知道 那你找到一個major三就行 當然不會這樣慢慢找 我們起碼找到那些三度出來 才檢查它 這裡四度 OBO聲部 這裡 下來四度 上去四度 這些兩度來的 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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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音上這個音 就三度 那我要major三度 major三度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寫大調音階 第一個音和第三個音 出現那個距離 就是major三度 所以我很快地寫 E開始的大調音階 E major 四個聲號 F,C,G,D E,G-sharp 才是major三度 E,G-sharp 就是major三度 E,G就是minor三度 這個是minor 不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繼續 G,F,E,G 這裡又是E,G 三度 但是minor三度 兩度 兩度 三度 D,F 非常快 很快 寫一條由D開始的major D major 兩個聲號 F,C D,F-sharp 是major三度 但是D,F 就不是major三度 是minor三度 兩度 兩度 跳下來 八度 A,A跳過來 超圓米 10度 4度 4度 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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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來 7度 6度 這裡 這個B 小心點 B,F-flat 現在是B-flat 所以這個是B-flat G,B-flat G,B-flat 是三度 但是不是major三度 G major 音階 G major 音階 音階 所以G,B 是major三度 G,B-flat 不是major三度 是minor三度 這裡 F,A F major 音階 F,G,A,B,C F,G,A,B,C 一個降降降B-flat F,A 就是major三度 F,A就是major三度 F,A就是major三度 第七小節 哇,很麻煩 還要最後 在你最硬份最累的時候 他問這些 好了,做完這份卷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訂閱 謝謝 拜拜